比如说像刚刚各位有没有特别留意 就是说你输出的时候 预设好像本来有小数点 那因为我这边有run的 所以你输出的话像月考 这个输出之后的话呢 这边是有小数点 可是呢你想说老师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可以输出的时候同时也把它改成没有小数点 那方法当然有 只是说你要怎么改 你想说如果你要把它改成没有小数 你可能输出之后 你还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选取它之后再把它点一下 那你想说这个好像做一半了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它套上去 它就可以一次全部都帮你完成 那当然可以啦 这个地方你可能就需要知道一个所谓的属性 什么样的属性 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它的外观为什么会改变 因为里面有一个按右键储存的格式 储存格式里面呢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例外告诉你说 如果你要一个整数的话 其实里面就是一个零啦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零的这个格式 放到储存格里面 那放到里面的话 我们一般是丢资料 可是如果我要丢别的东西 我要丢什么 丢它的格式的话 那我怎么做 其实写法上面不外乎就是 这边把它先编辑一下 我习惯加按钮之后 按右键就可以编辑 就会跳到程式里面来 那输出这个是输出结果 对吧 那你可以怎么样 在底下加一个Sales 这个物件 它里面有一个属性 点下去 刚刚有特别强调 其实在VBA里面 所谓的物件 物件其实就是你看到的所有东西 它都可以把它抽象化 调出来 那你要控制它就透过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 里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绿色就是方法 方法就有点像 去做什么动作的指令 那属性的话 就是它里面的相关的值 包含就是说 你要放什么资料 或者是像刚刚的 更改那个外 更改那个格式 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 它N开头 叫做Lumber Format Local OK 就是这个 这个属性的话 实际上就是什么 可以用来变更 你的那个储存的格式 有点像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 那你把它修改 那改的方法 特别是要点两下 等于什么 丢给它一个0 不过0 记得一定是什么 一个文字 所以你必须输出 给它一个文字 这样才OK 另外呢 那请记得 刮壶一定要再加上去 OK 那你想说老师 那你为什么要 刮壶后加呢 其实到底很简单 因为 如果你刮壶先加的话 你点下去 它不会有 那个清单出现 这个 这个其实跟Range 不太一样 你会发现Range OK 特别说 所以最后 我是先把这个点下去 所以不用背 你一定要记得 有个Lumber Format Local 它等同是 按滑鼠右键 储存的格式 里面呢 丢给它一个什么呢 一个格式就0 0就整数了 所以就是输出之后 那特别注意 刮壶一定要加上去 那Range不用 不过Range 里面发现要有刮壶 它还是会出现 这两个物件的差异 OK 所以这个它有说设计的物件的那种 有一些些是不太一样的 那Range是没有这个问题 直接可以 那那个Sales就有这个问题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我刚刚呢 如果没有加这一行的话 它输出是都会出现 那个小数点的第一位 那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把它改成什么 假设我恢复成原来的 那我就是直接怎么样 一样先清除好了 那为了给各位了解 那个比较细部的 我这边设中断点好了 中断点就先停在这里一下 那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这一行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当我执行这一行的时候 这一行是输出嘛 对啊 有小数点 那这一行我还没执行 因为我前面弄了一个中断点 中断点就是 它停在这边了 还没执行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 你写完程式你不知道效果 一跳 结果就出来 你不知道说细节 那我建议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加一个中断点 配合F8 F8按下去 它会执行 你有没有发现 它跳完这一行 这个的小数点就不见了 其实就等同按滑鼠右键 那个储存的格式 然后呢把它变成没有 或者是就跟你按这边 到底是一样的啦 那只是说呢 它换下一个也是输出 有小数点 格式化没有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输出的同时呢 顺便把它的小数点拿掉 OK 不过会不会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不就跟那个刚刚清除很类似 清除的话是一个一个的清除 那你想说 我可以一次全部清除啊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说 就是我输出格式 我可不可以最后一次全部输出格式呢 其实当然也是可以的啊 像刚刚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种写法 这个是一边输出 一边设定格式 一边输出 一边设定格式 那如果说你不要 我把它恢复一下 恢复成有小数点 如果说你要一次性的话 其实这个写法 我中段点可以先拿掉一下 拿掉 加上去 OK 这个中段点还蛮重要 尤其是帮助你在了解那个程式的时候 那一旁边的书籍啊 其实几乎都不会讲到中段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中段点非常重要 尤其你在学习程式的同学 程式没有停下来 你怎么知道它到底跑了什么细节 OK 所以这边的话 可以加 可以去除 那如果说你停下来的时候 你记得按F8 可以让它换下一行 好那这个 这个是一个一个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一次性全部的话 就是你当资料全部跑完之后 在下面一行做什么呢 其实就可以拿这个来修改 这个来修改 清楚有没有 刚刚是这个地方 从i13到最下面一列做清楚 那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方法 就是我不是清楚 就是我不是清楚 我是什么呢 点 Lumber Formal Local 你会发现呢 它也有耶 其实你会发现 Range的属性跟方法 跟Sales的属性跟方法 几乎一模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 只是一个是单一个的 一个是大范围的 当然Range也可以只单一个啦 也可以只大范围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类似的东西啦 只是说呢 Sales只能单一个而已啦 OK 所以它里面的属性跟方法 基本上很多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其中当然也会有包含 所谓的Lumber Formal Local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等于0的话表示整数 那你这个输出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把它再清除一下 清除哦 那我设一个中断点 在这里好了 全部先输出 这个地方的话呢 全部输出完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刚刚是输出一个 然后设定一个 输出一个 设定一个 那这个地方的写法是 全部都输出了 然后呢 我一次性的什么呢 按F8 你会发现 全部的嘛 都格式化 意思有点像 我先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按滑鼠的右键 设定格式 把它制定格式 有点像是 全部设定 选取完之后 再去做这个 把它改成0 到底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所以 至于哪一种写法 比较好 其实当然 你就可以看实际的状况而定 所以我这边有两种方法 请各位可以试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如何去利用多一个所谓的Lumber Format Local 去做那个设定格式 这个设定格式不是只有整数和其他 反正后面的东西 你只要按右键 出现格式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包含日期 货币数值等等的 其实都可以用Lumber Format Local 去把它做设定格式的动作 其实还蛮好用的 OK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是提到有关Lumber Format Local 这个属性 那这个属性的话呢 可以再试试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自定函数部分